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讲的就是那个耳朵受损的时候可以回复正常 也有讲过这个Foodfly里面的神经元 所以我们今次都要延续这件事 就是我们的脑子其实怎么运作 你有没有试过伤风感冒? 试的多了 这个就是开场白 但是其实又问一个经验 台长你有没有试过有一个经验就是 你都没洗去看医生 你直接感觉到自己又不发病到突然间发病的那一刻 感觉到这个很容易的感觉 那种感觉很有趣的嘛 你本身之前还是很精神 但是突然间有一刻在讲是以一个 那个变化可以离开 是以分钟计的时间之内 突然间你这个人很累很想扑低很想坐下 个人的肚子好像没什么气很想弄低 就算那种发病的反应 是可以突然间一下就来了 其实这个很有趣的 我们人本身就有过这样的能力的 似乎就是我们如果突然之间受到感染 都没说你是发烧 没说你开始伤风流鼻水 其实有一种叫勾病的状态 这个人突然间没什么气很累的状态 已经是出来了 过往你问人是怎样去理解的呢 我们就说 哦 其实这件事情呢 是你有些病原体感染了 可能是呼吸到感染 或者是腸胃感染 諸如此类 那于是乎你在血液里面 你整个免疫系统去trigger了出来 那于是乎里面就在打仗 那于是乎有很多那些 你说白血球也好 那些信号 带有这些信号 这些特征的这些这样的 这堆这样的东西 就会经过一个循环系统上了脑 于是乎脑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那么它就会认识给身体听 你不要剧烈运动了 休息了 那我们一直理解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们今天只需要讲这件事 这个星期讲这件事 就是因为人们说这个解释是错的 那其实就 就是我觉得这班科学家 在这里做了一个很仔细的分析 就是说 究竟当我们身体受到感染的时候呢 那个脑部怎样意识到自己病了 然后懂得叫身体去休息呢 原来不是透过血液重环去上去的 那这件事就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由实验的那个level来试出来的 那他们呢 就是我长话短说了 他们就试到就是说 原来这个过程呢 基本上是透过一个更加快捷的途径传上去的 是由神经反应传上去的 所以基本上呢 你的身体呢 你是病了 那然后就是你那个的 就是有病原体入侵 你都没发开病的时候 你勾病那一下呢 你的脑已经是立刻去自然 那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 那个神经系统的那个作用呢 原来在跟那个我们的病啊 身体的免疫系统作战呢 原来有它的角色参与 这个很有趣啊 因为刚才你说的第一个解释就是 那你进去之后 那些病毒或者细菌搞来搞去 那你就自然会不舒服咯 但是现在不是嘛 凡是有些不是你的东西进了你的身体 其实你detect 到的嘛 是 直接就是说我们神经系统 作为一个器官能够感受到这件事的 其实就是就可以这样传到脑子里的 而里面在这个研究过程里面 有一件事更有趣的找到的就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想着就是说 这件事应该是有演化的优势的 我们的身体知道有病菌入侵了之后 然后我的老式也是叫我身体休息呢 应该是好事来的 因为我们经常说病了就休息多一点 那我身体都自己会叫你不要了那么多了 那接着你就懂得摊头休息 所以就提醒了你的身体去注重休息 那你会好快一点 那这个我们就是最统统的解释来的 但是一落到实验层面 原来又很有趣的 尤其是普通的伤风感冒 就是说在一个老鼠的那些层面 那实验人员又试过了 他特地将那个老鼠的基因去改造 令到他这个老鼠在感染了病的时候 就不懂得去产生那些神经传递物 于是乎就说不到给老鼠听 老鼠也都不懂得叫老鼠要休息多一点 但是这只病了都感染了病了都不懂得休息的老鼠 它是好得快一点 吹不吹脏呢 你说最后就是这样的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演化优势呢 不是哦 明明我不懂得休息 我还好得快一点 那接着就看到就是那只老鼠胃口 是继续正常没有受到影响了 继续有运动了 那接着它就当没有事发生过就好了 但是在原始社会最原始的时候 如果你有病其实你不应该休息的嘛 因为跟着你就会被人摔倒你了嘛 是的 是的 这就很很特别的 那大家就说那可能呢 在一些很小的病那里可能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可能在一些其他的病那里 那就真的会有优势一些 这件事就不只是出现了在人那里 出现了很多动物那里都是的 那譬如有些动物它被蛇咬到 它不会死 但是它会睡着了 好像醉了那样 但是它睡了一觉呢 身体就解了毒了 那它是需要这段时间去疗养生息 来它买过了蛇的毒液的 那似乎在这里就是说 我想如果它是一个 譬如是一个中了毒 然后不懂得停下的一只的动物 它就算身体解得像毒 但是因为它太活弱 于是乎就是那些毒可以有效地游走全身 所以令到这件事更难搞 那可能是对于一些严重一些的损害 严重一些的中毒 严重一些的染病呢 其实这个懂得摊头应该是一个优势来的 还有一个可以加的就是 当我们神经紧张的时候 或者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收缩 那这个机制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可能我们受损的时候 那些血管如果我们的血管不收缩的话 那些血管会流流 所以我们一遇到危机的时候 很自然的反应 现代人也是的 我们的血管会收缩 但是过量的收缩就会导致很多问题了 如果是长期的话 那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 我们没有看到的 但是可能将来我们会说 原来就流行性感冒是源于乳的 这个 我真的要看它那个渊源是怎么来的 这个都是新的文章来的 2023年2月28日 我想是两个星期之前 可能我们没有留意到 但是他现在问这个问题就是 流行性感冒的菌是否来自乳 他就说如果在那个基因层面看 就是流行性感冒的源头 可能是来自海洋的 就是看它怎样去追管所有的 这个可能我们将来有详细资料 我们可以看 因为这个都是相当有趣的 挺有趣的 是啊 那我们上一次 我们就神秘之夜 Cross over 霍伯新枝 第二节就是影哲程墓室 Cross over 就是霍伯新枝 那我们今天这一部分就是 今早就有Cross over 霍伯新枝 就是威士忌和珍菌 那这件事你怎么解释呢? 就是这样讲了 我自己对于威士忌 我喜欢有这么多个喜欢 就是多个喜欢去了解一下 如果我们问我限于釀酒的技术的形式 那我只是限于他们落适当的酵母 去有那个条件来帮他们去让那个酒 那你说对于很多让酒的人来说 他不知道背后那套生物化学是什么 但是他很清楚就是说 不要乱动那个周围的条件 因为那里之所以能够让得成一种这么好的酒 那就一定是那个环境里面 有一些很适合的条件 他没有了这个条件 我就出不了这么漂亮的东西 就没有这种趣 就是这样的了 的确实这件事其实可以产生很多问题的 我不知道在现代社会 我们就没什么机会有人住在那些酒庄的附近 其实香港曾经有很多让酒的地方 不是让威士忌的 但是只不过是说让玫瑰露 让米酒那些 那其实现在在说你在上环西环 甚至在以前的葵葱那些地方 有些让醬料和让酒的地方 那么其实他很容易在那里周围是闻到那一阵 那一阵的让酒那一阵的味道 但是其实这件事有时很有趣 你喜欢闻就没什么问题 但是它其实还有很多的附作用在背后 其实大家都可能会听过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在很多介绍酒 尤其是在说是欧洲的那些职楼酒那些介绍的故事里面 很喜欢提到这个故事的就是说他这只威士忌 就是我不知道他这只威士忌酒庄在哪里了 这个他有循序报的这个Jack Daniels 就是他的酒庄呢 美国东西 美国东西 全部有真菌 是的 搞到周围的居民很大事 是的 其实这件事又很麻烦的 这只真菌本身呢 对酒本身就不算很有用的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自己都会掉 令到酒质都会有分别 有时是好事 有时不好事的时候你就清卫了它 但是大家那些酒厂的人就觉得 我这里有个这样的生态 你就不要乱动它 那为什么这个Jack Daniels 会出到这些这样的真菌呢 也是因为这些酒 尤其是在说这威士忌 这些是一些蒸馏酒来的 它有个蒸馏的过程 于是一定大量产生很多带酒精的气体 那这带酒精的气体在酒厂附近去散布蔓延的时候 其实就会是 你可以说一下 有些它就是揮发了 酒了 落不回去我的酒桶 凝固不回 你可以说是蝕了的 蒸馏了之后有些东西是蝕了的 但是这些这样的酒的气体出了来 就有时候会有利于某一些的生物 譬如很多的生物其实就未必喜欢去吃酒精 其实你说我们认识很多的细菌 譬如生在我们嘴里面的细菌 就是吃我们嘴里面的糖分和蛋白 但是这个世界总是适者生存的了 你在堆田区特别容易找到一些吃塑胶的生物 然后你在这个酒厂附近 就特别容易找到一些 喜欢去吸纹 以这些酒精气体为食物的生物 而这次很稀不稀就是有一种蒸菌呢? 它原来是很能够透过去吃这些酒精 来去成为它自己的能量 吃酒精就生存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喝酒喝肥人 就是酒本身有热量的 的确对于很多生物来说也是的 那问题就是你的酒厂 一直不停地供给这些酒器出来 那于是那些蒸菌就越生越多 它说还生得厚厚一阵 然后所有建筑物就烏烏黑就搞到这样 是啊 但是这个对应上我们上次讲 其实奥尼斯那一段 蒸菌原来是很难清除的 所以现在搞不定的 我们说周边人完全没办法 唯一一个方法是什么? 高压清洗 其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我没有的了 因为它扎根扎得很厉害 就是已经是生了下去 那些包子很容易 就是整个菇很容易 已经生了下去的那些墙身 或者是那些木头 任何表面那里 那就是你去到用高压冲洗 就是说你要用高压枪射掉它 哦 我记得了 这个扎路未尘的 开头那一段 是啊 不要吐气 是啊 是啊 那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有点像什么呢 我令我想起 做船 那些船厂 帮船底去洗 就生了青口 生蠔 藤湖 那些东西 又是要用高压枪洗 那现在就是说 那个酒庄附近的居民营 都要整天 其实你那头噴完了 那头又生了 因为那个源头不停地出来 你也没有可能 由源头根治 你除非整个酒厂剷了它 否则你那里就 永远有好的食物供应 给这些真菌 然后那些真菌 也都会继续去蜜出去了 那那个结论上 我们有说 就是在病毒 細菌和真菌之中 现在最难杀的是真菌 是啊 是啊 那如果真菌感染呢 我想 遲些就很大件事了 喂 其实我又有些 我又无聊 我想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些的酒 其实反而就是透过 有这些这样的寄生物 使得它的酒 是有一种独特的风味的呢? 是 你看一下Jack Daniels 冬了一群 你问我 我就不尊认Jack Daniels 就是这里 Jack Daniels好喝 你千万不要喝 好喝的Jack Daniels 可能我没有喝过好的年份 我当时给你 我遲些出酒了 我弄些漂亮的 对 又有很多扼罩 非常好 其实真菌是 上次我们说的 是怎么消灭的? 其实都是要打死它 其实 你这样说 如果它是吃了在身体里面 那些 你又不能搞到你身体里面 其他的细胞 于是你就唯有 用一些能够对付真菌的抗生素 是吧? 我们上一次节目 为什么要提到奇罗里维斯 因为有人去发明了一种新的抗生素 那种抗生素 是可以杀某一种的真菌 杀得很有效 有效到一个地步 你想起奇罗里维斯 在John Wick那套戏里面 如何杀人那种爽快法 这样的情景一样 你要找对一种抗生素 它是不会对人的其他的生命体有害 那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如果外部的话 相对就容易一些 你就这样找东西拿走去 散走去 比如你说灰甲那些 你真的塗那种外用的药水 那些药水你不要买到口吃 但是外用塗了它 它就可以拿死去 但是如果在自然环境 好像今次的酒莊有一个麻烦 就是你没有可能在一个 这么有机生态的环境那里 大量使用一些有毒的化学物 到时你不只是 我都知道漂白水 拿一些化学物可以拿死 但是你可能在最后拿起那些 其他你不应该拿到的东西 我想就是这个 你在自然界 和在人体里面 你要消灭真菌 那种投鼠机器 你会看得到的 是啊 就是 不要伤及无辜 是啊 好了 那你这次有结束 我们下一节回来就是科学回忆录 留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感祥工作室节目